桃园机场捷运在2017年3月2日正式通车 也在许多方面导入最新科技 2017至2019年平均运量从5万人提升至8万多人 大幅解决桃园机场连外交通的负担 也让桃园国际机场在英国非盈利独立调查机构 SkyTracks全球最佳机场评比中获得前三名的佳机 出这本书除了记录之外 也是向这些伙伴以及长官们致敬 因为桃园机场捷运真的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关键基础建设 它对于台湾形象提升 以及对于机场连外交通的一个便捷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程 那后续的营运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必要做下这样的一个记录 自2020年起 桃园连续三年受疫情影响 运量一度跌至谷底 过去八年宛如历经一场三温暖 集结通车营运十路 这本书记录这段重要历程的宝贵经验 同时见证台湾轨道建设的必要性 桃园这八年可以讲历经了三温暖 那桃园公司的团队在刘昆毅董事长领导之下 在这个轨道的营运 不管是安全友善创新 都做了很好的一个典范 市长郑文灿表示 未来机场捷运将连结桃园捷运绿线 达成机场连外交通 北北桃通勤及区域旅游的三大目标 成就直达美好愿景 刘昆毅也特别感谢郑文灿市长 当初没有党派之鉴 全力推动通车的决心和支持 并感谢前交通部长贺成淡 于2016年起 揭开通车困难的关键 新唐人哪天电视胡书侠张连杰 桃园采访报道